各位朋友 今天的哲学阶梯 是一个超过十分钟的家常版 我们讲述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 人类堕落的另类神话故事 我们都听过普罗米修斯 倒火和潘多拉盒子的故事 但并不一定知道 这两个故事之间的联系 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 除了倒火之外 普罗米修斯还为人类争取过别的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 普罗米修斯不仅不畏强权 一心一意为人类谋福利 而且还展现出 不为世人所知的另一面 我们来看看一个不一样的普罗米修斯 但是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在所难免的问题 为什么探讨希腊哲学 绕不开诗歌和神话 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古希腊哲学家在解释自然的时候 虽然试图把神撇开了 但他们撇得不干净 不彻底 例如 泰勒斯除了说过万物的本源是水 还说过万物都有灵魂 灵魂就是神 可以说刚把神从前门赶走了 又把神从后门请了回来 第二 古希腊哲学家在解释人事的时候 同样残留着很多神的痕迹 古希腊哲学与神学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例如 在柏拉图的对话里 随处可见各种古希腊神话和传说 每当苏格拉底理屈雌穷的时候 就会搬出只有神知道这样的说法来唐塞 这里 我们所要讲的故事 主要依据赫西厄德的两首长诗 即劳作与时日和神谱 而不是依据河马的河马史诗 赫西厄德是与河马同时代而齐名的古希腊诗人 他们俩的个人气质 文字风格 以及在诗歌界的地位 都很像中国的杜普和李白 赫西厄德的作品 不如河马那样回肠荡气 就像杜普的诗歌 没有李白那样清奇俊秀 有人这样形容赫西厄德 一个阴郁保守的龙夫 习惯于反思 既不爱女人也不爱生活 唯有神的存在 沉重的伴随其左右 但是赫西厄德自有其独到之处 相传赫西厄德和河马一起参加诗歌比赛 最终赫西厄德取胜 因为河马教人战争与残杀 而赫西厄德则教人和平与勤劳 从这个传说不难得出一个道理 普通人虽然欧哥战争与英雄 但更加渴望和平与庸长 赫西厄德代表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秩序的向往 接下来我们讲述人类劳作的宿命 与普罗米修斯分流的故事 人类日常生活的景象是怎样的 李宗盛的凡人歌里唱到 你我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 一刻不得闲 生活在大都市的上班族一定感触很深 早晨被烙钟吵醒 来不及吃早餐 就匆匆忙忙的赶地铁上班 下班后回到家里 整个人瘫痪了班的躺在沙发上 日复一日 心力焦脆 有时候不禁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 为什么不能停下来歇息一阵子 但最后得到的答案总是 这就是生活 赫西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上班 为什么劳作是人类的宿命 赫西厄德告诉我们 劳作原本并非人类的宿命 人类原本只需要劳作一天就可以收获一年以上的生活所需 过上悠闲幸福的生活 可是愤怒的宙思 执意不让人类掌握谋生之道 因为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 那么普罗米修斯究竟有多狡猾呢 他又是怎么欺骗宙斯的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写的 早在普罗米修斯到火之前 有一次人与凡人发生了争执 为了调停纷争 普罗米修斯宰杀了一头流 分成两份摆在神和人面前 其中一份是好流肉 但普罗米修斯在上面铺上了人的流味 让他看起来非常糟糕 另一份其实是牛的白骨 但普罗米修斯在上面蒙上了一层发亮的脂肪 让他看起来非常诱人 普罗米修斯请宙斯先来挑选 宙斯没有识破他的诡计 一边笑着说 亲爱的朋友 你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啊 一边心安理得的取走了 那堆表面上看起来更加诱人的白骨 当然宙斯很快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非常生气的对普罗米修斯说 亚帕托斯之子 聪明超群的朋友 你仍然没有忘记玩弄花招 这个故事非常简单 但却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稍加分析 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 如果由你来分配这堆牛肉 怎么分配才算得上公平合理呢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 如果主持分配的人拥有优先选择权 分配一定不会平均 反之如果主持分配的人只有最后的选择权 就会尽可能的平均分配 这话说的太学术 简单说 如果让分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蛋糕 他一定会把蛋糕切得很均匀 在政治哲学中 这种分配思路被称为完美的程序正义 它要满足两个形式条件 一 关于什么是公平的分配 有一个独立的标准 二 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程序来得到这个结果 不妨再想一想 他还预设了什么样的前提 没错 他预设了参与分配的人是理性自立的 也就是说 每个人都想要得到更多 回到普罗米修斯这个例子 普罗米修斯是分牛肉的人 同时又是最后一个拿牛肉的人 但他并没有平均的分配牛肉 而是明显的区分出品相差异极大的两堆 这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从一开始 普罗米修斯就没有打算要公平分配 恰恰相反 他就是要让凡人得到更好的牛肉 为此使了一个障眼法 欺骗了宙斯 更有意思的是 当不明真相的宙斯 看到这两堆品相差别极大的牛肉之后 并未生气 而是很开心的 跟普罗米修斯打句说 亲爱的朋友 你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啊 然后宙斯心安理得的拿走那一份 表面上看起来更诱人的白骨 仔细分析这个故事的细节 我们会发现 在分牛肉的过程中 神与人都没有想追求公平正义 每个人都想要得到更多 即使是诸神与凡人之父 宙斯也不例外 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 同时每个人都又觉得自己实际上得到的很少 这是人之常情 每当公司发联中奖 学校凭奖学金 我们都免不了产生很多心理活动 凭什么他拿这么多 凭什么我拿这么少 归根到底 这样的心理活动就是对所得和应得的比例 有不同意见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所得低于应得 每个人都认为别人的所得高于应得 所以人世间才有如此多的纷争和冲突 关键的问题在于谁应该得到什么 以及到底由谁说了算 这可是政治哲学的大问题 前者涉及分配正义 后者涉及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我们再来评价一下 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两回合较量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 为什么一定要平均分配牛肉 没准宙斯认为自己就应该拿到更好的那份牛肉 他可是神啊 神与人原本就是不平等的 没错 这很可能就是宙斯真实的心理活动 站在他的立场 普罗米修斯想要为人类争取更大的利益 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何况他还使用了阴谋诡计来欺骗宙斯 更是最佳一等 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较量共有两个回合 分牛肉是第一个回合 可谓巧取 倒火是第二个回合 可谓豪夺 前者斗志 后者斗勇 这次分牛肉事件为后来的普罗米修斯到火埋下了祸根 宙斯正是因为在分牛肉问题上吃了暗亏 才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人类 无论斗志还是斗勇 普罗米修斯和他代表的人类都获得了最初的胜利 但是最终的结果每个人都知道 普罗米修斯被宙斯用挣脱不了的绳索和无情的锁链捆绑 用一只长矛抛开了他的胸膛 派一只长翅膀的大鹰 不断的琢食他那不死的肝脏 而人类呢 得到的惩罚则是著名的潘多拉磨合 当盖子打开之后 人类就此生活在罪恶劳累疾病这些悲苦和不幸之中 唯有希望人逗留其间 但即使是希望也并不必然带来好处 赫西恶德说 抱着虚无缥缈的希望的懒汉 因缺乏生活来源 心里想起做坏事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如果在分牛肉的时候 普罗米修斯将牛肉平均的分成两堆 而不是投机取巧 想让人类得到更好更多的牛肉 宙斯哪怕仍旧内心不满 但也抓不到太多的把柄 来惩罚普罗米修斯和人类 但普罗米修斯过于傲慢和骄狂 不仅用计谋让宙斯得到一堆白骨 还让他当众丢了面子 可以说在面对强者宙斯的时候 普罗米修斯的做法是以骄狂回应骄狂 以傲慢挥击傲慢 这是一系列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力量及正义 人类从黄金时代堕落到黑铁时代的根源 讲完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的神话之后 赫西厄德在神谱中这样隐唱道 因此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智是不可能的 即使像伊亚帕托斯之子 善良的普罗米修斯那么足智多谋 也没有逃脱宙斯的渗路 且受到了他那结实锁的惩处 注意在这个总结陈词中 赫西厄德强调的不是宙斯的人爱美德或者公正 而是他的心智 在权力关系中 支配者与臣服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 后者将设服于前者的心智 说的学术一点 就是根据支配者的命令 做出了不考虑自己利益的行动 普罗米修斯的名字 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是先见之明 比起宙斯 普罗米修斯智谋更高 更负仁爱之心 可是最终受到惩罚的却是普罗米修斯 而不是宙斯 这似乎在暗示我们 力量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赫西恶德告诉我们 人类原本生活在黄金种族的时代 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 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 他们还享受盛宴的快乐 但是现在人类却已经堕落成为黑铁种族 白天没完没了的劳累烦恼 夜晚不断的死去 在黑铁种族庆祝兰书的罪行中 最突出的就是子女不尊敬 顺及连迈的父母 且常常恶与中伤 以及这些罪恶变身的人 根本不知道畏惧神灵 也就是不敬老和不敬神 不敬老和不敬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 是蔑视和颠覆传统秩序 进一步来看 黑铁种族不爱信守誓言者 主持正义者和行善者 而是暂时和崇拜作恶者 他们妒忌 粗鲁和乐于作恶 按照赫希恶德的观点 人类之所以会从黄金时代 堕落到黑铁时代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人类相信力量就是正义 但是说到这里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被谬的情况 因为不仅黑铁种族 信奉力量及正义 就连宙斯其实也是信奉力量及正义 按照赫希恶德神谱中的技术 宙斯之所以成为宇宙之王 就是通过暴力推翻了他的父亲 克罗洛斯的神权秩序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是也同样犯下了 不敬神与不敬脑的罪行吗 而且刚才讲的宙斯 与普罗密修斯之争 最后的结果不也证明了宙斯 是力量及正义的信奉者吗 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有两个理由 可以勉强为宙斯的行为一变 第一到底是谁先欺骗了谁 没错是普罗密修斯 不是宙斯 而普罗密修斯是人类利益的代言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也可以说人类是自食其国 所谓害人者害己 被设计出的不幸 最终伤害的是设计者本人 第二 宙斯虽然信奉力量及正义 但是他毕竟建立了秩序 很多人都相信这个道理 再坏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另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哪怕做狗只要太平就好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逻辑 这可算得上是 为现实政治所做的最佳辩护了 进一步说 乐观的人会相信 虽然所有的政权 都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 但是在重建政治秩序之后 会再次确立起 各种道德规范和禁忌 人们会重新开始 慎重追远 敬神爱人 所以说 哪怕力量及正义 是政治最初的真相 但这并不意味着 人类可以上行下校 学习宙思的好榜样 可是问题在于 在人类的天性里 具有不受限制 也就是放肆这个倾向 所以这让我们很容易成为 力量及正义的信奉者 和追随者 从而使得堕落不可避免 人类也因此将一直生活在黑铁时代 直到走向毁灭 这就是赫西厄德 为我们描述的 人类堕落的神话故事 人类如何从黄金时代 堕落到黑铁时代 刚才说到放肆这个词 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 就是傲慢和交款 它的隐身意 就是过分 越界 僭越 生活中的边界 小到不应该在应急车道上行驶 大到应该依法纳税 但是因为人性有不受限制和放肆的倾向 所以我们总是会看到应急车道上 车来车往 而且只要有可能 人们就会挖空心思的偷碎漏碎 最容易产生傲慢情绪的人是强者 这很好理解 但是反过来 弱者也会对强者产生放肆和僭越的冲动 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 他认为自己有正当的理由去放纵机器 普罗米修斯对抗奏思就是如此 在劳作与时日中 赫西厄德讲完了普罗米修斯 潘多拉的盒子和人类的起源 这三个神话之后 又讲述了夜阴与老阴的语言 它的版本与一所预言稍有不同 一所预言想说的是 人与情受无异 赫西厄德则不厌其犯的告诫世人 人与情受有别 那什么是动物世界里的丛林法则呢 就是力量及正义 在这个预言中 那个长的翅膀 速度飞快的老鹰 说了这么一段话 与强者抗争是傻瓜 因为他不能获胜 凌辱之外还要遭受痛苦 接着这段话 赫西厄德却说 可是你 赫尔佩斯 必须要倾听正义 不要诉诸暴力 因为暴力无疑于贫穷者 甚至家财万贯的富人 也不容易承受暴力 一旦碰上厄运 就永远翻不了身 反之追求正义是明智之举 因为正义最重要战胜强暴 赫西厄德这段话是在提醒强者 也要倾听正义 那么强者为什么要倾听正义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厄运的打击 这就把我们引向命运 这个更加迷人的古希腊主题 在古希腊悲剧作家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垫九人》中 被富的普罗米修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计 我必须接受命运的支配 不会大惊小怪 知晓与必然的强力抗战 绝无胜利可言